在课外时间 老师就请同学们讲个故事 小明就讲 我就讲个我爸爸妈妈的故事 星期一 我爸爸做了一道菜 妈妈说不好吃 爸爸就甩了妈妈一巴掌 爸爸讲 是我做饭还是你做饭 星期二 我爸爸就买个窗帘 妈妈说不好看 爸爸也甩了妈妈一巴掌 我买的还是你买的 星期四我爸爸 小明就讲 老师就对小明讲 你星期三还没讲 怎么讲到星期四了 小明就甩了老师一巴掌 我是我在讲故事 还是你在讲故事 老师大怒 滚回家 叫你爸爸妈妈来邪校一趟 这个笑话很好 这个笑话很好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们写佛 其实用这个渐进的方式 有次第的方式的修行 有些人是比较文杂文打 有些人他的智慧比较高 我们讲的就是上根气 他有上根气 上根气的 你从内法先修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而且呢 一般来讲上根气的 他一下子 修本尊 一下子修内法 两个都很快都可以成就 甚至上根气的 一下子他可以 从没有修之良道 没有修家行道 他一下子他就见道 什么叫见道 就是开悟 因为他本身是上根气 上根气 他一下子就开悟 开悟了 他就可以进入修道的程序 因为可能他在过气式 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善事 资良道 他已经圆满 他过去是已经修过了家行道 所以像那个六祖会 他一听到 有人在念金刚经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马上就悟到 六祖会呢 他没有读什么书 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快就悟到呢 因为他本身是上根气 也就是说上辈子 他已经修了资良道 同时也修了家行道 所以他是上根气 一下子他就悟到 也有这样子的人 不过这样子的人 毕竟是少数了 除非你是佛佛 仁波切 因为你上辈子都是有修行来的 所以很多的很大的行者 他本身他的根气非常好 他懂得非常多 这一辈子他一看他就知道了 像六祖会能一听到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马上知道无为法 因无所住就是无为 由无为他去做出 做出他本身悟到的事情 他不是为了什么 因无所住 我不是为了什么 但是我行我的菩提大 他马上开悟 马上正道 很快的修道就到解脱了 是六祖会能才有可能 做出他材料 是六祖会能才会